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韦少 我是来自港市场粉的创办人 我是独打卖猪肠粉的 我的猪肠粉有鲜虾 有叉烧 有鲜枯 还有鲜枯的 我身后的这间店是在 要去咖啡店 这是我们第11间的分行 你觉得你的猪肠粉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啊 我的会新鲜 比较滑 特别支持我的辣椒是自己做的 味道跟别的不一样 我的厨肠粉是因为我有用心的拍打 所以我的厨肠粉会比较滑 比较Q 比较透明 还有我们是用五种粉 混在一起的 所以说五种粉的比例要很重要 所以我做了点心做了16年以上 从点心到甜品到一些烘焙 我都有研究 我都有会 我的猪肠粉是从马来西亚学回来的 马来西亚 是从一个香港师傅教我的 我在马来西亚学了什么四年的猪肠粉 因为我对肠粉是情有独钟啦 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吃肠粉 因为它便宜 还有又好吃 它的口味很大众化 还有很多变化 然后做一个幸福 全吃肠粉 因为疫情的关系啦 那时候我就打算自己创业咯 然后开自己喜欢的食物 自己的猪肠粉咯 因为猪肠粉 它比较辛苦啦 因为你要耐它的热度 还有要长时间的站着 控制它的薄度跟厚度 还有它的香气 酱青的香气也要控制得很好 你进行一次你不自己做的 对 你不自己做的 你不是早上来才做的 我一天的行程就是 我六点半会到 回来开档 到晚上的 十点半才回家 我还没吃到 我的东西弄好了 我就可以回家 做这个 做点心的 我在桃园做点心 是研究新的口味 因为我喜欢吃猪肠粉嘛 所以我会拿 比如拿炒面来包猪肠粉 然后拿罐头菜心 麻辣口味的料来包猪肠粉 我会研究很多新口味 我自己喜欢吃的口味啦 有很多顾客会回头咯 有认识说很好吃很滑咯 或者是 我们讲我们的叉烧很香 我们的虾 很弹牙很大致 还有我们的辣椒也是跟别人的 brand不一样 有三四个想法说 我的餐饭比香港更加好吃 我对做食物很有兴趣 所以我也是很喜欢吃东西 因为我家族是卖面的 卖面粉糕 卖油腋米粉 对对对 所以我会接触到很多 一些当口的老板 我也是会跟他们学习 有个炒萝卜糕啊 都成本的老板我也是有遇过 我觉得他们都很神奇咯 做吃的 做好吃的 所以我就对食物很有兴趣咯 做吃的方便 过来会出一个油条 香港人叫炸粮 对 就是肠粉薄油条 因为很多顾客都被我说 他们很想吃炸粮 所以我就研究一下 看可以不可以推出新的口味 是炸粮 给我顾客享用 因为炸粮的东西 就是很好吃的 它是外暖内脆 希望顾客会来品试我的新场景 请多多支持 啊 请多多支持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